第215集 叶琴是惊讶地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因灵欲提的条件是注盐丹 要知道清单门的配方那是很多 它这里倒是有这个注盐丹的配方 但是这种配方所需要的中阶灵药材种类数量 那是极为的庞大 高达六七百种之多 收接灵药不算太难 只需要花钱就可以了 真正的难处难在炼丹术上 此丹的炼制难度那几乎不亚于是结金丹 可是作用呢却比结金丹那要小很多了 所以呢市面上那是极为的少见的 这灵丹有注盐的独特之效 仙雀城内也只有极少数的大型灵丹商铺才有的卖 叶琴呢虽然有着注盐丹的配方 子府之内呢也有这个配方所需要的种子 但是要炼制这种灵丹的话 那可是非常消耗灵食的 也因此在之前呢 叶琴就根本没有想过此事 因为修士的容颜变化呢跟修为有直接的关系 修为越高 容貌的变化呢是越缓慢 还有一种理解方式那就是 凡人的寿命呢是七十岁 那你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就应该是中年的相貌 那如果这么推的话 金丹七修士呢大约是五百年的寿源 那也就是在二百五十岁的时候才是中年的模样 当然了 若是一名炼七七老者在六十岁寿源的时候才成功注击 那么他的容貌啊在注击之后 依旧呢会是六十岁的老者相貌 不会变得更年轻 反正呢总的来说就是 注击结单越早的话 那么修士的容貌将会有很长久的时间保持年轻 这里呢就不能不提皇甫兵儿了 其实啊和叶琴他是差不多的 他们都是一直保持着世俗凡人二十一岁的模样 至今是没什么改变 恐怕啊改变呢也得是上百年之后了 阴灵狱呢是紧紧的盯着叶琴双目发光 以他的财力啊显然是买不起这种灵丹的 但是日渐衰老的容颜却让他是极为的发愁 好 灵狱姑娘 数日之后我拿一枚助盐单来换你的铜甲为图纸 叶琴心中一定是点了点头 若是能用一枚助盐单换到傀儡炼器图纸 应该也是很划算的交易 那么灵连姑娘 你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不妨一起说出来 是否也是要一枚助盐单呢 叶琴是看向了一旁的阴灵连 小女子的条件比大姐更简单一些 若是有谁能娶我 就算是切实的话 我也可以考虑将我的炼器图纸赠予他 前辈可以考虑一下的 殷灵连说这话的时候 神色局促 清纯的脸蛋之上有些扭逆和羞涩 粉嫩的耳根子下是红了一片 不敢牧师叶琴 她是自知自己的身份和金丹修士那差距太大 不敢言正妻之位 只想着能够当一名妾室 就已经能够心满意足了 多谢莲姑娘的厚爱 不过我已经有妻事 并无那气之意 无法办到此事 叶琴原本还一副颇为自信的 但是听完此话顿时是尴尬无比 她岂会听不出她的言外之意呢 其他的事情还好办 无论是注言单或者是注击单 只要你开口 基本就没有答应不下来的事 可是唯独这件事情 她可是不敢擅自做主 虽然丁儿呢 从未跟她说过不许纳妾之类的话 可是呢 她也知道 这种事情啊 那是多么的敏感 殷灵连是神色马上暗淡了下去 再无言语 也不跟叶琴提什么其他条件了 呃 索索 你呢 你有什么条件 中年修士看场面那是有些僵 联盟朝阴家三女阴灵素说道 不卖 阴灵素是冷着脸拒绝的是干脆利落 然后呢 是怒视着那个中年修士和他的两位姐姐 对他们出卖家族传下来的宝物 那是十分的不齿 这眼神呢 让中年修士和阴灵玉 阴灵连等人感到的是非常的不自在 而中年修士对他那个顽固的外甥女 显然呢 也是没辙 只能是尴尬的笑了笑 朝叶琴说道 前辈 不如随小的去后院找我妹子 她那里还有一份金甲味的傀儡殿器图纸 叶琴是点了点头 而三个姐妹呢 也是跟随着他们来到了小作坊的后院 一名中年妇人正在后院忙碌着 那个中年修士快步地来到了那个中年妇人的跟前 跟她说着图纸的事情 可随后就是 阴夫人脸色是勃然大便说道 大哥 这是阴家传承之物 你怎么可以告诉外人 能带外人来这里 妹子 你也得替大哥想想 大哥这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 一日若是大哥 我也成为了金丹器的修士 必定厚厚报答于你 这些烫手的东西 再说放在手中 究竟它也不是个事啊 迟早是个祸害的 就算这位前辈不来 日后不是还有别人来吗 这位前辈几人愿意出高价买 咱们正好 两全其美 这 这是好事啊 就算你不愿意 也得为素素他们考虑考虑 不是吗 中年修士在那是竭力地苦劝着 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叶琴呢 在旁边站着也不插口 只是呢 是慢慢等着 因为不管是付出多少零食为代价 他都要将这套完整的高阶傀儡 炼器图纸给带走 殷夫人呢 此时是脸色变换着 迟宁的是望着眼前这位 站在院内的金丹器的修士 许久啊 脸色是终于缓和了下来 他是望向那个中年修士 还有一旁的三个女儿 塌了一口气 圣皇传承到这一代 殷家家主啊都已经去世了 殷家此时呢 也是没有什么难听 只是剩下了这三姐妹 可以说呀 是彻底断绝了传承的香谎 三姐妹出嫁之后呢 殷氏的这几份密传下来的傀儡 炼器图纸 迟早呢 还是会落在外姓人的手中 他再坚持下去 其实也是没什么意义了 还不如为几个女儿啊 添些嫁妆 好风风光光的出嫁 总比守着这一个小小的傀儡店铺 那要强得多呀 好吧 二 二十万 殷夫人是咬了咬牙 终于开口说话了 不过呀 她开的价格极高 娘 这几份图纸是殷家最后的宝物 不能卖呀 殷灵素是大为的交集说着 但是呢 殷夫人已经做出了决定 没有理他 而叶琴呢 听到此话 那是喜形于色的 把此事就给敲定了下来 之后呢 他干脆在这小傀儡 练起作风的附近呢 租了一座小别院 暂时住了下来 准备啊 闭关开始练丹了 小半个月的功夫之后 叶琴便从练丹房 走了出来 他的手中此时是多了一个 小瓶的助言丹 一共是十例 他将其中的一例给了 银灵玉 换他手中的图纸 而另外五例呢 则是他来到了 仙雀城内的大灵丹店铺 以每例十万的售价 卖了五十万块下品零食 随后啊 又将其中的二十万块零食 给了殷夫人 换走了他手中的金甲味 傀儡炼器图纸 在中年修士的一番软磨硬炮之下 银家二女儿 殷灵莲 没能坚持多久 想到保持年轻 荣美的娇严 对日后出嫁呢 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啊 就收了一颗助言丹 交出了铁甲味的 傀儡炼器图纸 而至于 殷灵素呢 却是始终是不肯交出 他的银甲味炼器图纸 而叶琴呢 这次来先确诚 主要的目的还是为那个银甲味图纸 而来的 没有得到那个图纸 又齐肯善罢甘休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先元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通过殷夫人两位姐妹 和中年修士的吉利劝说 殷灵素是终于臣服了 同意呢 以一枚助盐丹和额外再加 五万零食的价钱是 卖给叶琴 这一番交易下来呢 叶琴随身除大之内的 那二十万块下品零食 并没有减少 反而是略增加了五万 而且呢 还剩下了两粒助盐丹 以及多了四份的 甲味傀儡炼器图纸 至于那枚水系结金丹呢 它是给了那个 立了大功劳的中年修士 乐的那个中年修士 几乎是喜极疯狂 为了避免呢 被人盯上 当日便离开了仙雀城 使销声匿迹 不知去向了 叶琴目的已经达到 他在租界的小院子之内 开始直接闭关 这四份炼器图纸 说是图纸 但其实啊 是非常薄的金属片 四张金属片 尺寸是一样大小 都有八张大 分别为乌黑的金铁片 黄橙橙的金铜片 一张银色光泽的蜜银片 一张金色光泽的蜜金片 那些密密麻麻的炼器术 和傀儡图纸 是都记载在这金属片之上 叶琴是抑制住心头的喜悦 将其中的一片密银片 是取在手中 法力覆盖整个密银片 叶琴呢 以前也练过不少的法器 自然知道 练至一副金丹级的大型傀儡器具 所耗的时间 远比练至一柄法器 那要长得多 毕竟啊 傀儡的体型摆在那儿呢 远比一般的法器 那是大上许多倍 而再说 以他的炼器水准 起码要耗上数十年的时间 恐怕呀 才能炼制出一具 金丹级别的傀儡来 这还没把 寻找原材料的时间算上 所以呢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 高阶原材料 来炼制这个傀儡 他现在的目的呢 就是想把自己那具 从圣皇陵得来的 残破银甲卫 给修好 银甲卫高达二丈 胸口处是 凹下了一个拳头下去 击碎了银甲卫内部的 关键部位 使得他是无法再动腾 银蜜片是爆发出 一阵耀眼的银色光芒 几乎是覆盖了整个 闭门室内 而叶琴的神石呢 是飞快的侵入其中 秘银 抗法 以金丹修士的三味真火烧 三月无任何反应 秘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弱点 那就是无法扛住 连续不断的剧烈重击 但也因此连续不断的重力打击 就能对它进行锻造 吹砂术 以法术控制金砂 撞击蜜银原材料 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将蜜银和其他的原材料 锻造在一起 增加法力的抗法之效果 蜜银抗法 抗力没有任何取巧的办法 只有圆英气修士 才能练得动它 叶琴内是飞快的查阅者 练制蜜银的练气术 是暗暗扎舌 叶琴神石是反复阅览着 蜜银图纸里面的内容 两个时辰之后 才从里面是退了出来 吹砂术需要使用金砂 金砂是一种七阶的练气材料 通常是用来制作精细法器的 这种练气材料跟蜜金 有巨大的差别 在献却城内买蜜金楠 但是要想买这种金砂 还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叶琴就购买了 一盒这样的金砂回来 随后它是以一座简单的阵法 封闭这个小院的法律波动 以免是被外界的修饰所察觉 叶琴在小院内是调息了半个时辰 恢复到了最佳的状态 方才讲密银图纸 金砂和大量的灵酒 从楚大之内是取了出来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取出了银甲位 彻银甲位二丈多高 闭着眼睛冰冷的矗立在叶琴的面前 浑身上下是淡淡的银白色光泽 给人一种极为坚固 但却很神秘的气息 就算它是一个死物 普通的修饰站在他的面前 都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估计连金丹七出街的修饰 也都会有这种感觉的 叶琴凝视着这尊酒街银甲位 目中是露出了惊艳之色 当年他闯入地下圣皇陵时 还是一名铸鸡器的修饰 那个时候是根本无法体会到 这酒街银甲位那是什么概念 所以是毫不在意的 就把它给顺了出来 如今的他已是金丹七的修饰 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感觉到 这具傀儡器具的威力 那是何等的可怕 这一具甲位啊 估计足以轻松的灭了 当年所有进入圣皇陵的 所有的铸鸡器修饰了 想到当年的冒失 叶琴呢便不由地冒出了些许冷汗 所幸的是 圣皇啊还被困在冰玉玄关之内出不来 否则自己早就灰飞烟灭了 叶琴是定下心神 不再脱想 将目光放在这具银甲位 唯一破损的地方 胸口凹陷处 这里呢是留有一个深深的权印 看权印呢 应该是一名神力惊人的男子 这一拳竟然打入银甲位胸口大约五寸之身 直接啊令这个银甲位内部放置灵石的最关键的凹槽部分遭到了破坏 从而呢令这个甲位是完全的瘫痪 估计肯定是圆影期的修士 否则谁都打不出如此霸道的一拳 而且呢修仙者那是极少使用拳头来作战的 除非是力量极强的土族力士 或者是身躯强横的妖族才有这种可能 叶琴看到此处呢心中是有些疑惑 但是啊也是暗暗称奇 是真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人能将这银甲位给打成这样 他呢是伸出右手虚空一招 身前盛放着金沙的盒子之内是飞出了一大捧的金沙 化为一道数万里的金沙组成的拇指粗的金色沙流 灵活的在他的身前流动着是精华璀璨 叶琴神色肃然 默默的蓄积法力深吸一口气 抖人之间是左手拍出了一大团 汹涌的三味真火 包裹住那个金沙 对金沙是进行猛烈的炙烧 双手呢是接连不断的打出法掘 而再瞧那个金沙呢 在三味真火之下是渐渐的融化 然后滚滚的沸腾了起来 化为一大团高温的金色液体 整个闭关室内的温度那就急剧的上升 疫情是手下法掘飞快的一指 这道金色流光啊 化为一道金线 从银甲卫傀儡的口部 就钻入到了身躯的内部 啪的一声 银甲卫傀儡的躯壳之内 就响起了激烈的撞击声 这个声音就是金色液体 在撞击凹陷的内壁 然而呢 金甲卫是毫无所动 许久都看不出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液禽呢也不急 金系材料呢 是五行材料中破甲力最强的一种 灵矿材料 可是呢 这七阶的材料 想要去塑造九阶的秘银 那难度是可想而知 炼气图纸上是有说明 这吹砂术需要漫长的时间 才能将秘银改变形状的 数个时辰之后 叶琴呢是拿起葫芦 喝了一大口的灵酒 补充消耗的法力 他是不断地用三味真火 熔炼金纱 再驱使他们呢是冲击银甲卫的凹陷之处 时间过得飞快 传眼间已经过了一个月 而那尊银甲卫的胸口凹陷之处呢 也被金山案是修复平坦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 则是修理银甲卫躯壳内部的心脏 银甲卫的心脏是一个凹槽 可以呢往上面镶嵌灵石 而灵石凹槽的周围呢 刻着大量极为复杂的微型阵法 这些阵法呀 一直延伸到银甲卫四肢和头部 灵石的灵气沿着这些阵法 是输送到银甲卫的各个部位 这个关键的部位同样也是非常的精密 灵石驱动傀儡行动的重要所在 这个部位要是出了差错的话 灵气无法传送 傀儡还是不会动的呢 叶琴庆幸的是 如果要是没有那个图纸 根本呢就不明白这个阵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甭说是修理了 他呢是一边看着这个图纸 一边呢是按照上面的要求修理这银甲卫内部结构 同时呢又是全身灌注的均匀的输送着自己的法力 就这样一挺又是十多日 收 随着一声清贺 一道炙热的金沙流液 从银甲卫躯壳之内就冲了出来 打出了几个阴寒的水球 将它们是冷却凝固 然后是落在了叶琴身前的盒子之内 破损的银甲卫已经修理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K